你现在听的是圆网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绿色心灵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们平时喝的水都充满了重金属 杂质 绿气 和细菌 我会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杂质之外 还可以活化水中的顺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资源 健康之存 陆创意健康店电话 288-248-48 网址3w.healthshop.com.h 以下节目内容 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与本台立场无关 欢迎收听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不同的身体部分出现了癌症 譬如胃癌、腸癌、乳癌 舌癌就比较少遇到、少听到 最近也有报道上 香港一位著名的DJ洪潮峰患了舌癌 在医疗方法上 在自然疗法、同类疗法方面 都应该有很大的方法去处理 袁先生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这方面呢? 在那么多种的癌症 相信舌癌 大家可能都有机会都认识过 为什么我会想跟大家分享这件事呢? 其实舌癌的患罪是很痛苦的 我最近也遇到一位朋友 他曾经患过舌癌 我知道他当时是很痛苦的 他形容给我听 那种痛苦、神经痛是很辛苦的 当然他们能够处理一般的传统 就是用开刀 但是开刀有时不只是开患舌癌的部分 他不会整个疲势 然后他的牙床 都要重新组合 所以你看到他差不多整个面的一部分 都做过不同的手术 又要再做矯形的手术 然后他经常口干了 因为里面的手术的化疗、幅射的破坏 他经常用水的口水是不够的 而且吃了东西 过痛又不行、过硬又不行、过硬又不行 有任何的辣东西刺激他都不行 可以这么说 他的生活质素是很差的 可以这么说 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 当然他也没努力 也没做什么任何事 但是你可以看到 其实一个舌癌的病人 遭遇是很惨的 他那个治疗 所谓一般传统医疗治疗之后 开刀之后 那个生活质素是很弱的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在特别 找一个节目讲这个呢 因为在这么多种的医疗里面 是同外疗法 是有些疗剂是对那个舌癌 是特别应用的 那就是他的疗效应该会很高 那先和大家分享 就是那个舌癌 舌癌属于一种口腔癌 那有一些资料比较旧 他说在美国 大概1992年 大概有一万一千五百宗的 新的口腔癌 其中二千二百宗是死亡 那就是说呢 有死亡的 就是当然了 就算他做完这些治疗也好 那其中呢 是男士的患者 是多过女士的 那最主要导致那个口腔癌的成因呢 当然是烟草啦 就是包括吸烟啦 咬烟草啦 就是台湾很多的檳榔 那些东西 喜欢做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有些人呢 喜欢呢 就将那些烟草含在口的 口腔啊 和那个牙床之间 那这些当然是导致这个 那个口腔癌的风影大很多的 那一般来说呢 吸烟的人士呢 那个患 那个口腔癌的 是差不多是四至十五倍 比较一些不吸烟的人 那加上呢 还吃烟了 那就是你烟草那方面的出现呢 是会令到你那个患 口腔癌的风险呢 是三十五倍的 哇 那么高 好了 那所以呢 这个是我们知道的原因的 那但是有其他一些的因素呢 那包括呢 那包括呢 是营养不足啦 那就是说现在那些人呢 是食物是足够的 不会饿的 但是他食物的 营养的质素其实是越来越弱的 那其实很多时候呢 连维他命B啊 维他命A啊 那这些这样的 的营养不足呢 都是一个一个成因来的 那很多时候呢 在那个口腔癌 有舌癌也好呢 我们首先你会见到一些 有些白块 叫白斑块 通常在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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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时可能在那个 那个 那个 那那方面的 那这个就是一个原因来的 那还有些可能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 那个 就是 假牙 那个 Denture 那个牙 那个牙箍呢 是做得一样的 那就 导致呢 他经常来到 不断地刺激刺激刺激 那在我这个病者 我遇到这个人呢 他呢 他说呢 他自己觉得呢 他当时 他为什么会有这个 舌癌呢 他说呢 他刚刚是做了 那个 他有牙周病 有牙齿有问题 他做了 倒牙筋 倒牙筋 这个问题呢 相信很多人都不 即未必是很深入了解的 其实倒牙筋 这是一个很难做的 做得好的手术 来的 那很多时候呢 做得不好呢 就将那些毒素呢 就是困在里面呢 是会产生其他身体的 不同的毛病 那这位人士呢 他自己告诉你呢 他说他那个 患癌那个部分呢 那个里呢 那个边呢 是 是 刚刚就是他到牙筋 那只牙的隔壁 嗯 那我知道 是不是这么巧呢 是吧 是 是 是 但他自己是很 很肯定呢 这个是 这个位置呢 那个时间方面 是刚刚是这么巧的 OK 那 一般的舌癌的症状呢 就早期呢 都有一点点 就是不舒服啦 那有时呢 就是吃东西啊 或者喝东西 那时候出现了 一些不适的感觉啦 那当然啦 如果是影响得广泛一点呢 那那个里的肌肉受到影响了 那很明显呢 他那个烟吞方面 和谈吐说话的方面呢 都有出现问题的 那当然严重的那些呢 我们看到他呢 就有一种就是 就是臭的 一种臭味的那样 那所以 那很容易的 那个舌癌呢 那个诊断呢 就是到他出现问题 被人诊断了呢 就是做了Bioxy之后呢 多数你看到是一些潰烂的 是是是是 而那种潰烂呢 就不是一般非知 那么简单 他直接是虚了 就是持续性啊 那些这样的东西 就是腐烂了 那这种情况之后呢 通常呢 都是一种舌癌的 基本的症状来的了 那好了 那我成大家都 听过我们的网台呢 都听过我们呢 是同类疗法啦 是不是 这个同类疗法呢 是有250年历史的 医疗的方法啦 是是 那是其实呢 很多人都不知道 原来同类疗法全世界 最第二大医疗来的 是 有成七十几国家呢 有政府认可的 同类疗法的医生在那裡 那同类疗法的医疗基础呢 就是用一种叫做 同类相似的原则 来到去医病的 那就是说呢 如果有一种物质呢 是令到一个健康的人 产生某种病症 譬如 他吃了之后呢 他就会吐射 那样 那 这个疗剂呢 是经过特别处理 就是同类疗法的 所谓特别处理呢 经过稀释 和充能 充能就是 撞击他 就是每十分之一的稀释 然后撞击他三十下 或者一百分之一的稀释 然后撞击三十下 然后再稀释一百分之一 再撞击三十下 那不一段地做呢 那可以这么说呢 在数学上去计算呢 很快呢 十二次的一百分之一 就基本上 由一个 一个gram molecular 就是在化学上 那个起点 那做了十二次的一百分之一 其实就剩下一个分子了 一个分子了 那大家明白了 一个分子 根本是 根本不可能会 不可能会见得到 摸得到 量得到 那就是说呢 同学疗法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也是他被人经常批评的原因之一 因为同学疗法的药 是经过很大的稀释 稀释到 亿亿亿亿亿亿亿万分之一的稀释 基本上呢 是有些稀释到的程度 根本是没有本来的物质存在的可能性的 是 那在我们的唯物论的医学的观点之下呢 就觉得呢 这些是没有物质的东西呢 是一种 是一种心理的因素 不是一个物质的 不是一个物质可以医到的 那其中我们在同学疗法里面呢 那有一个很特别的疗剂 有一个小的疗剂 但它很特别的地方呢 原来呢 它那个 它对付这个的 舌癌呢 是有 有特别异常的 共鸣的 就是你看它的资料 是 差不多是一听呢 那就是舌癌的人 是这样的症状 是 那这个 那这个是什么的 疗剂 那名叫什么呢 是叫做 清化甲 清化甲 清化甲呢 英文叫做Protessian Sinai 拉丁文就是Cali-Sianatum 那清化甲呢 如果有些人 有些些化学的形式 你一听就说 噢 就是生癌 是生癌来的 那你知道呢 生癌是一种剧毒来的 是不是 那很明显呢 有些人用来自杀的 有些人用来毒死人的方法 那也很多时候呢 都有人说到 就是 有 好像拿破仑 都是被微量的生癌毒死 是 那 Gerson Max Gerson 一位很出名的 医癌症的医生 他都是被人 用生癌慢慢毒死的 那当然呢 看电影都整天都看到 是 有些人被人捉了之后 他就用生癌 就是咬碎的生癌 在牙床里的生癌 在牙床里的充能之后呢 其实很多这些 这样的 有毒性的物质 经过牙床到没有物质之下呢 其实他还有一种治疗的能量 那在同胞尿法呢 往往呢 就是用这个 那个 能量 去 去医治病人 那我经常都这么说 身体呢 除了有肉身 那身体的肉身 是营养 百分之一百营养 所以医疗的手工具 当然是用食物的营养 不是用一些化学药物 这些和大家 在过去都分析过很多次的了 所以身体的有问题呢 其实呢 长远的正确的工具 应该是食物的营养 不是一些专利的化学药 不自然的 从来自然间没出现过的化学药 那些东西根本是没什么可能 你想想想 他只能够禁止你的症状 毒害你的身体 令你的症状改变 但不会真正令你的身体 会真正健康起来的 那最终最终你的病 就一直继续在这 那大家的经验都看到了 现在在一般时下的主流医疗之下 有些什么病呢 在说慢性病 结果是医疗呢 其实是没有的 那如果了解那个医疗 那个道理呢 是可以 为什么会没有呢 因为你怎么可能用一些化学的东西 自然间从来没出现过的东西 我叫做Cinobiotic 生命的义物的化学的药 是令你的身体健康 是不可能的事 好了 但跟廖法所说 是另外一个境界 他现在完全不是说物质的层次 是说的稀释到后 很明显 我只能够解释 他有一种 有一个正气 你可以这么说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的 每种药的有一个气场 这个气场是可以推动我们身体的正气 令到我们正气强大 就可以克服所有的病 大家暂时用这个概念去理解 因为我们科学的仪器里面 其实还没有一个仪器可以测量到这些气 但是在我们医疗的经验和现象 你觉得是实在了 比如和他疗化的经验 二百几十年历史 有成千多只和他疗剂 他在临床上是无数的病 今天和他介绍 就是那个清化甲 这个小疗剂 我通常用的 我只是用在舍眼方面 没什么机会用在其他的 但是清化甲 首先 他听听应用的范围在哪里 清化甲 顾微星宜是一种毒药 他最主要两方面的治疗 第一就是那种劇烈的神经痛 尤其是那个眼球和上额 就是拳骨那里 那种这样的神经痛 通到你是大叫大叫 甚至通到你是 直接是没有了知觉 那这种的神经痛 是不能够忍受的 很多时候 都是会在太阳鱼的位置 是面部的位置 通常影响的是那个三叉神经 那你要看到 很多很多的 的舌牙的病人 其中一个症状 是痛到不得了 是第一次 他就西医 未帮你割之前 就吃得很强的止痛药 但是我的经验 看到那些病人 通常他的止痛药 都没有效的 所以一个神经痛 尤其是面部下 上的地方的神经痛 另一种叫做 是叫做 眉骨那方面的 眉压的神经痛 或者是三叉的神经痛 甚至乎痛到 那些抽筋发羊掉 这方面的症状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明显的症状 还有一个症状 这方面的症状 就突然之间 那个人是沉得下来 作门作呕的那些 头痛 甚至乎中风 或者是长期的呆滞 或者是在动动的时候 那个头晕 那些缓晕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是 那个表面的神经痛 那当然 如果你发现 有肺癌的人 他通常 都是提到 那个肺癌那里 你看到有些 潰烂 通常在边边有些潰烂 其中的症状 是痛不欲生 OK 那你记住 有这种痛不欲生 加上这种 那个肺癌的神经痛 这个尿剂的效果是 驚人的 OK 那跟大家 简单些分享一些的案例 有两个范围 OK 你可能是腺癌 但可能都不是腺癌的 但最主要 那个腺癌是叫上皮腺癌 Epitheliuma 那个上皮的腺癌 另外一个就是 那个神经痛的 好了 那先看看 在我们医学文献里面 很多方面记住 大家有时在传媒 看电影都见到的 在那个中毒的情况 怎样呢 那些人生下中毒 那样 那通常有个个案 就是他不小心 生下中毒 那手指就 就张开来 跟着就是 跟着就是 很快就来到抽食 那样 那这个是一个症状 另外一个的症状 就是 那些是可能是 当时是 有些是 做那个摄影师里面 要冲 冲完肺癌的 可能有些成分 有些生丫的成分 那他呢 就 帮忙帮他洗胃 唯有 那有一个热水 热水肉 冰水 那样 就是浸热水肉 冰水 冰水 那样 那每一次呢 那个病人呢 就是用冰水 冰水 冰水的时候呢 他都会一个 很深的呼吸 跟着就是 就是 慢慢慢慢地做 就是 当时慢慢慢慢 好回了 的 OK 那这个是一般的 就是那个症状 会是 生下症状 会是这样 那其中有个 有些 有些案例 那这位呢 是 是 讲一个 是 55岁的人 他呢 就是 平时很喜欢 喝威士忌的 就是差不多 那他出现呢 就是右边 那条腿呢 是肿胀 OK 那就 就成了一个 成爛到呢 是差不多呢 可以 整只手指呢 整只那个 那个手指 那个大指帽呢 都可以塞到下去 嗯 那你也看到呢 这个很明显 就是一个 就是 癌症 就是腐蝕了的癌症 那这个病人当然 不能够吃任何固体的东西 那就算喝液体 都是很辛苦的 就是我看到这些病人 基本上都是讲这个 这个故事给大家听的了 那这位医生呢 就用了这个 清化夹 那他很快就好了 那他很快就好了 那还有呢 是很快呢 就可以自己走路 是吃那些干的面包 和煮过一些牛肉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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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饭得很快的 那很可惜 说回这个病人呢 跟着没多久呢 他那些 有些 就是那些 就是那些 服饰他的人呢 就说服他呢 就不如你都去开刀啦 那很可惜呢 他就 开刀之后呢 就19天就死了啦 那就是 本来已经 已经很严重了 是的 已经开服到九成的了 都已经 那在我们 香港呢 我们都经常都 产生都遇到这些问题的 就是很多时候 你周围的人呢 是经常在这儿 就是很多雜音的 那令到这个病人呢 就不可 就是不可適从 是 那你了解啦 其实大部分人的病呢 都是很长时间 拗出来的 是 但大部分人的心态呢 都要很快好 那这个是很多时候 是不可能的事的 是 那但是我们的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那当他坏到 无可救药的时候呢 就去 去找自治療了 那跟着在自治療过程里面呢 他虽然慢慢慢慢 是有改善 或者是稳定了 但期间呢 周围的人呢 就叫他 哎呀 不行啦 太久啦 还没好啊 叫他回救那些孩子 那很快就会死的了 这个是我们的 不断地遇到 见到 经历到的情况 那原来这个问题 不是我们现在香港 这个讲的一百年前的 那些个案呢 都是看到的 一走出那条路 就立即玩完了 那另外一个个个案呢 是这位医生 叫Pertrox 那他就用了那个 那个清化 清化甲 他用一千的分能 就是一千的C 一千C 就是说呢 一百分之一 二成 一千倍 就是一千倍的气息 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 是 用一M 一M的气息 那这个女性呢 都是有 又是有舌癌 右边那个 那个 潰烂 那他就直接去到那个 尼根 那 那 那当时这位医生呢 都想着 哎 就是怎么办呢 那知道不知道呢 不如不断地 希望可以舒缓一下他 那个期望都是舒缓一下他 那这位Pertrox 医生呢 就给了这位病人呢 就是 那个清化甲呢 是一M 就是一千的C 是四日用一次的 就是很高分能力 是 四日用一次的 那在两个星期之后呢 那些痛草呢 就是大大减低 那还有呢 那条腻呢 都没有那么肿胀 还有呢 那个 说话呢 都改善了的 那接着再 两个星期之后呢 那个病人的面色呢 都没有以前那些灰灰白白了 嗯 已经红圆白了 那还有呢 没有那种 那面的那些感觉呢 那他还可以呢 是吃一些面包 那这个Case呢 最终呢 是完全就好了 的Case 那所以呢 在这个的 就是大家如果是遇到 这些的问题呢 其实呢 虽然 啊 很多人做了手术之后呢 就是都 就是都 都救了一条命 那样啦 那但是呢 那个鱼落尼的 那个生活质素呢 是真的很惨的 是 就是你有时候呢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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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口水啦 是不是 要不断的那些水 那样 那吃什么东西呢 都是吞不了啦 因为 很多时候因为手术的关系呢 是破坏了那个面部肌肉啊 口肯的肌肉呢 是破坏到小 有些时候呢 整个面呢 那面压呢 做了一些很大的手术呢 来更改了的 那很可惜 就是 这个有250年历史的 其实一直都有一些 那么好的疗剂呢 是可以帮助舌癌的 那希望呢 那我们 把这个资料分享了之后 如果将来大家有些人 遇到这个问题呢 希望呢 就是可以尝试一下啦 因为同样疗法的好处呢 就是 最多就无效啦 是会不会伤害你的 是 但是你听到这些案例呢 是说的是 几个礼拜 很快呢 把痛了就控制得了 OK 好 OK 那今天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啦 那这个问题呢 其实都是兜兜转转 都是我们那个 在知识上面 那个认知到啦 那可以呢 其实是有更多的选择的 不是只是单一方面的 OK 今天的时间都差不多啦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搜寻 自然疗法语理 就可以听回我们的节目的啦 好 今天谢谢袁医生 拜拜 好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